好 接下来关注一下英国和德国 欧洲的疫情在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减缓 在23日英国是满了首波封城限制的一周年 这一年英国的新冠死亡人数超过16万人 已经是欧洲第一 那么英国现在有第三波疫情 也一点都不敢大意 而德国呢已经宣布了 他们的封城要再延长一个月 一直封城封好封满 封到4月18号为止 而4月4号这个星期日呢 在欧洲国家是连续5天的复活节假期 所以德国的这一个封城呢 是牢牢严实的 把整个复活节假期都封起来了 但是呢 德国是不限制国际旅游 也就是德国人自己封城 但他们可以跨境到欧洲别的国家去玩 所以奇怪的现象诞生了 就有数万名的德国人 挤进了西班牙度假圣地马约卡小岛 引发了西班牙的业者和德国的观光业者 两边都很不高兴 乘坐马车感受岛屿风光 在白色沙滩上晒个日光玉 或是跟三五好友惬意聊天 德国政府才刚在上周 把西班牙部分地区 从高危险名单除名 让大批闷坏了的德国民众 马上趁着周末涌进西班牙的度假圣地 马约卡岛 但就怕这自由时光太短暂 因为与此同时 德国总理梅克尔正在和各地方首长协商新一轮防疫措施 当地业者也担心 好不容易盼来的游客回龙只是昙花一现 自去年疫情爆发后 西班牙的外国游客人数 锐减80%到只有1900万人 创下1969年以来新低 就在这周二 梅克尔公布最新协商结果 虽然没有禁止国际旅行 却把封城措施再延长一个月到4月18号 并严格管控当中的五天复活节假期 消息一出 让德国国内特别是饭店业者气得跳脚 因为德国政府规定 这段期间禁止租房订房 业者没生意可做 想旅游的德国人也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出国 抢了好地步 正在一层屏住屋 也不能够认为 khi选择到 Mallorca浮了 但选择到美国人也有一場地航写 但在美国人也在选择 出国人也在二屏住屋 或是北京警察 以外拍不通的 下延屏住屋 这不会很选择 德国民众创 而百思不得其解的还有西班牙人 他们看着从德国来的游客 在自己国家爬爬灶 自己却得遵守本国限制 不得离开所在区域 如今变种病毒 让欧洲再爆发第三波疫情高峰 各国政府防不胜防 特别是疫情严峻的英国 还没有完全解封的英国 在周二渐满封城一周年 包括伦敦之眼 金丝雀码头等知名地标 都在这晚点起黄色灯光 代表燃起希望 各地也在这天 为所有新冠王者默哀一分钟 过去一年 英国有超过12万6千人 因为染疫丧生 畏惧欧洲之冠也是全球第五高 恐怕是英国人一年前始料未及的事 至于让分析师始料未及的 则是英国最新公布 去年11月到今年1月 三个月的失业率掉到5% 由于市场普遍预估的5.2% 而总是带给民众惊喜的 还有神秘的涂鸦大师班克西 他在去年画了一幅 向抗艺人员致敬的画作 如今在封城周年这天 创了英国街头艺术家的拍卖新纪录 画中一名男孩 选择拿起护士玩具把玩 而把蝙蝠侠和蜘蛛人隔在一旁 结果在周二以1675万英镑 约6.5亿台币成交 这幅画的复制品则会挂在医院里 陪伴英国民众继续对抗疫情 TB的新闻众号报道